江湖这种计划 纪委加公安 权力大国天 我说这个坏纪委人员和坏公安 就能翻了天 其中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很多 我们今天说不完 我们需要未来的更多的时间 但一一说 我们有四个目标 这个我们把这个四个目标 其中一个最小的级别的人 级别最低的 但是它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今天的公安部的常务部长 傅振华 我们背后的其中一个黑手 就是傅振华 傅振华这过去四年是权力之大 那真的是已经超过了天了 他每天都打着说 他深受习总书记 黄岐山书记 孟建书书记的这个信任 然后除他仨之外 都听他的了 所以都找傅老三办事 那他想害谁 那是一句话 他想帮谁捞谁 也是一句话 而且所有的跟中纪委的专案组成员 都是北京竞争的人 都是老傅的手下 不用老傅说话 老傅只要是稍微给你点态度 这个就很明确了 让你死就得死 我认为国内的党员里面 我见过政府的官员 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包括纪委公安这里面 大部分都是好人 只是一部分是坏人 而这部分坏人 今天很可悲的事情 掌握着巨大的权力 颠倒黑白 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 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要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谁是颠倒乾坤的人 谁是咱们大清朝赵高式的人物 谁是一个个的赵高式的人物 像傅振华这好的人 不就是赵高吗 这个党中央相信你 叫你带领专案组 作为专案组组长 那你现在是想弄谁就弄谁 然后这个吃了左边吃右边 吃了原告组组组 而且你说他家脸钱 这个据我所了解 傅振华的财富富可敌国了 他弟弟都养着好几个这个女人 他的养的女人都是极异富翁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媒体上 对这个事情的知情很重要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要站出来 我看到这个很多人好人 被这个给幽魔化到如此之程度 而且绝大部分老百姓 都相信媒体的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 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喜欢这个反腐的 这个都喜欢这个反腐啊 可是这个不能是真正的腐败者 去所谓的反腐 那可能是真反腐吗 像傅振华这好的人 接下来我们还有说三个很重要的人 那是真的反腐不是的 最后祸害的是老百姓 祸害的是国家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这些人要继续下去 他们是野心家 今天我为什么站出来要说呢 今天非常重要 我们这老百姓啊 应该要知道 这个专案组啊 现在这下边的办案 不代表中央叫治尔办案 我不相信 孟建柱书记 王岐山书记 习总书记 说你不要这么整人 不可能 这就是傅振华这样的人 已经到了上心病狂的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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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